今天的主题是台北富邦OpenPotsport联名卡 来咯!到底有什么好康啊?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你是使用他们的电信门号你才能够申请 像他们早期的台湾大美朗 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市场上比较新的卡片 就是刚好这两天出的 就是台北富邦银行有一张OpenPotsport联名卡 那它是什么卡呢? 它其实是台湾大哥大的联名卡 但是呢,他们之前已经有一张嘛 所以这张算是升级版,upgrade 那它到底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他们这次也很有趣哦 因为他们做的是线上记者会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邀请任何人 也没有开记者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大家都是看直播 那说的也好笑 就是我都没有收到这个资讯 我是等到台北富邦银行 他们的那是什么官方LINE账号做推播 我才发现有这张卡片 那我就赶快去网络上看一下大家的讨论度 然后我自己整理一下之后 我就放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那个贴文好像有一两百个赞 然后有二三十个讨论的部分 我觉得还蛮热络的 所以看了一下之后我就发现 可能有几个亮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呢,这集节目就是简单 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资讯 但是还不知道要不要办这张卡的 你要听一下这一集 你就知道答案了 第一个就是 它有一个重点 你不限定是台湾大哥大的用户都可以办理 也就是说 它不是真正的所谓的正统联名卡 因为正统联名卡应该是说 要有他们的这个户号 比如说你有台湾大哥大的这个会员 你是使用他们的电信门号 你才能够申请 像他们早期的台湾大哥大联名卡 就是要求你必须是 有使用他们门号的人 你才能够申请 但是这一张它反而就比较宽松一点 它大概是要打造成这种 所谓的生活消费审卡 所以你在生活各个面上 都可以用它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见得一定要是 他们自己台湾大哥的会员 至于为什么台湾大哥 要跟台北富邦做 推出联名卡的动作 很简单 因为他们就是关系企业 都是富邦金控下面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现在要来拆解的 第一个就是 它的电信费说最高5.5%怎么拿 你们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我们之前有讲过 就是大部分的电信联名卡 都只有给到3%的回馈 不论是点数或是现金回馈 其实3%做这所谓的信用卡代缴 电话费然后赚回馈 其实3%已经算蛮多的 那这一次他们就是 几乎快多了一倍 变成了5.5%怎么拿 这个5.5%你要分成两个数字看 一个是最高5%跟0.5% 好那我们先讲最高5%的部分 就是它毕竟还是一个 联名卡的性质 所以如果你用台湾大哥大的会员 你是有他们的电话号码 那么你来扣脚电话费最高5% 如果你是5G资费者 你就是5% 如果你是4G以下或3G 那么你就只有3% 所以这是有一个区别的 不过你别忘了 如果你有台湾大哥大的联名卡 其实你用之前的那张卡片 来做代缴就有3% 所以其实是做一个upgrade的意思 那他每一期的上限可以拿多少 我看一下他的官网的小字 写说每一期上限200 所以你200除以5% 答案就是4000块 所以你的资费如果是在4000块以内 都可以拿到5% 还有一个做法 我觉得也可以提供大家参考 就是你如果是全家人 都是有这个户号的部分 你也可以都可以拿来代缴的部分 我觉得是可以的 比如说自己是主卡人 那你自己有这张卡片 那么你也可以拿来代缴 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家里面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全家人一起拿5% 毕竟这个一个月4000块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高 像我的手机话费 也不过才599还499 就是不到1000块钱 所以光是4000块的coda 大概就可以塞很多人了 除非你买的是高价iPhone 绑两年约 一个月可能就要1399 1499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去达到这个上限的部分 不然的话一般人大概是 不太可能就是都用得完这样子 讲完了5%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0.5%是什么 就是他有搭配账户自动扣角 那他们自己有推出一个 my money数位账户 my money数位账户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那么你用my money数位账户 做代扣角 你可以多0.5%的这个现金回馈 那他的上限每个月是给100 所以你100除以0.5%算出来就是2万块 所以你的当期账单 就是open possible的账单 在2万块以内 通通都是可以拿到0.5%的加码 这是他们自己这个著名的部分 你可以考虑看一下 那讲完了5.5%之后呢 你是不是开始有点心动了呢 其实他的优惠其实不止这个 还有两个我个人也觉得不错的 提供给你参考 第二个亮点是行车加油5% 这个行车加油会让人家 有点联想到上次介绍过的联邦绿卡 有没有联邦绿卡就是特斯拉 然后还有cogoro等 这种所谓的绿能消费 有所谓的电子资费 有10%的现金回馈 那他上限200 所以你可以就是消费2000 然后拿到200回馈 那这张卡片他给的比较少一点点 他是5% 但是他的通路就是加油站 所以是费绿能 就是那种传统燃油车 5% 然后还有指定电磁支费 就是cogoro Network 然后还有就是台湾大车队的搭乘 也可以拿到5%的回馈 就是95折 还有Yoxi APP的情况也是 那他这个呢 上限多少 500块钱 所以你500除以5%就是1万块钱 所以你一个月在这些加油站 然后还有就是叫计程车 1万块以内都是打95折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第三个亮点 就是指定餐饮 5% 这个指定餐饮 听起来是蛮有玄机的 就好像我们联邦绿卡 天啊 为什么都拿联邦绿卡来比 因为联邦绿卡 其实就是2000块左右 那在哪些通路可以拿到这个回馈 就是你要在iCash Pay 或者是iCash支付的通路 就可以拿到这个5%回馈 那别忘了 单笔要买100块钱 所以买100块钱给5块钱 那你如果就是2000块钱 就好就可以拿100这样子 那些通路有哪些 小7是没有的 小7不要在那里买 在那里使用这个卡片的iCash功能 助支付是没有回馈的 比如说在iCash 然后还有Mr.Donuts Coldstone 圣纳多毛 然后麦当劳 达美乐汉堡王 还有21世纪风味馆的 这些可以用iCash支付的通路 其实你都可以拿到5%的回馈 但是单笔要买100 我觉得星巴克倒是没有很难 星巴克就是随便买一杯咖啡 就130 140 那还有一个是iCash Pay iCash Pay的话基本上都是 统一他们自己的自驾通路巨多 比如说星巴克 Mr.Donuts 然后Coldstone 然后21世纪风味餐跟圣纳多宝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关系企业 所以用iCash Pay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指定餐饮也是我个人看到的一个小小的亮点 所以加油 吃饭 这些东西你常用的通路的话 这张卡片你就可以搬下来了 毕竟电子账单免年费 这就是不用担心 很简单 那另外他还有一个就是中港澳的海外消费是3% 这个就不怎么样了 因为毕竟3%以上的海外消费高回馈卡片其实不少 像永丰大户就有了 或者是永丰必备卡 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没什么亮点 那国内1%现金回馈无上限 1%有什么好讲的 1%就是很普通啊 所以这张卡片 你就不需要把它就是拿来当做无脑卡 因为无脑卡的话你的回馈率反而还比较少 那台北富邦不愧是金控获利王 因为他的保费永远都只有0.5% 或12起零利率选1 那你如果有这个支付能力的人 你基本上不太会选分歧 你就是保费 但是保费反而是0.5%说真的也非常的少 那你还不如用什么 联邦赖典卡 就是2%的保费回馈 再加上12起零利率 这个才好用 所以这张卡片我也不会推荐你拿来 当做是保费代缴使用的卡片 因为回馈太少了 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就是MyMoney的数位账户加码 到底有什么亮点 MyMoney数位账户听起来好像是新推出来的 但事实上 他这个叫做换汤不换药 之前他们也有在推数位账户 但是推的不怎么样 然后随便推 所以呢 这一次他们就是改头 换一个名字之后来做一个加码 那有什么亮点呢 两个亮点 第一个叫做自动扣角度0.5% 一开始前面有讲过了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月月存5万块钱 每个月都是有2%的高利活出 那这个高利活出 每半年回馈一次给你 那从10月1号开始 到明年的12月底 月月存5万 那5万块的额度 就是可以拿到2%的高利活出 那平均一个月多少 如果以31天来算的话 大概是84块钱 那么你从10月份 存5万块存到明年的年底 那你可以拿到多少利息呢 15车里84 算出来是1260 大概是多1200左右 这1200也算是不无小补啦 不过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有5万块 你也没有多的地方可以存 那你还不如存bank key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bank key的话呢 就是有2.6%嘛 然后半年到了之后 再多邀请一个亲友上车 你就还可以再多存半年 用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你拿到的也是比 台北富装这些买money 数位账户 就是还要再多一点点 那这个数位账户 他还有什么其他好康吗 我看了一下 发现没有 但是他也没有给你 跨行提款转账次数 所以他们真的是 有够口销的 跟其他的银行 就是有认真要在做 这个数位账户推广的 真的差很多 像永风大户 至少就给你20次 你要拿来就是 转账赚点数也没有差 他也不会拦你 所以这个台北富装的确是算得非常的精 所以听到这边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个人最大的心得就是说 不要使用台北富装银行的买money数位账户 你可能要去买他的股票比较赚 他可能会很赚钱 但是他给这些我们一般消费者的回馈 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小小亮点 叫做奈米头五折 我们都知道其实奈米头 我去年之前介绍过了 那我现在也是有在使用 他的收费怎么收呢 就是你的钱如果放在里面的话 他每一个月都给你收 这个1%的这个占管费 这1%的占管费 其实听起来也是蛮高的 但如果你把它换成就是每天收的话 就0.00276左右 就看起来还蛮低的 那这个1%的手续费 其实感觉上蛮高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就是降低 他的手续费会对你的成本 造成的硬伤呢 其实你就可以比如说 趁现在你做了money数位账户 开户之后呢 来进行这个奈米头的开户 并且投资 那么你的这个信托管理费 就会五折 五折的话就是说收0.5% 收0.5%的部分 听起来就比较和善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的凶猛 毕竟一般的ETF的收费 都只有0.0%几的 那这种随便就收1%的 其实真的是蛮好赚的 不愧是金控获利网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简单来做一个 总结 就是这张卡片呢 你把它当作是通路审卡 比如说加油用的5%卡 或者是指定餐饮用的5%卡 或者是缴交台湾大哥大 5G电话费的5.5%审卡 我觉得可以 但是呢 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张 无脑卡来使用 它绝对不无脑 因为它每一个消费项目 都需要去计算每个月的回馈上限 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只有1%的现金回馈 其实就回馈降蛮多的 所以这张卡片呢 大家就是想一想 有需要再办就好 这张卡片有没有MGM 没有 所以呢 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上官网去申请 或者是它未来有MGM的时候 你再来上车也来得及哦 相关的资讯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资讯来 我有把这个官网放在上面 你可以点进去看 不是推荐连结 所以你办不办卡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推它还是要推有赚头的 推这种没赚头的卡干嘛 真是的 好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对这些信用卡 或者是投资理财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连结 然后呢 把你的问题 加上你斗内的金额呢 就是把它key上去 然后呢 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呢 就会为你解答咯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